音乐 有一部分的人都已经有工作在上班 下班以后才来上课的 有一部分是根本就没有 那老师他会很关心这个区块 那里有工作 他就会介绍学生去 老师很会做菜 他都原汁原味的 自己在房间里头这样弄弄弄 就叫我们去吃 那我们也吃得很开心 我在想 他是在享受那种天伦之乐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情千万里 我们今天主题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 尊师重道 来请这两位谈一谈 当他们小的时候 对于老师的那一种感觉 还有记忆 我们邀请到的是本尊 翁真真是姐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 继续欢迎的是周总田师兄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观众好 真真是姐 我们在剧里头看到其实有两位老师一直在您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出现 其中一位是李云老师 那李老师他是在您高中时段的时候的老师 我们当中有感受到说感觉他好像特别对于班上有一些学生他会特别的关心 好比说可能怕他们平常营养不够或是吃的不够会折养的 那时候老师他对孩子的一个照顾都是这样的方式吗 也不一定 因为我们念夜间部的学生大多数有一部分的人都已经有工作在上班了 下班以后才来上课的 有一部分是根本就没有 还没有就像我就还没有工作的 在寻求中 那老师他会很关心这个区块 那里有工作他就会介绍学生去 去考试参加考试什么的 像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其实老师是这样子 我们很明显地看得出来 而且在剧中也有特别的交代说 其实老师他是跟家人是分开的 他的家人都还在中国大陆 当时候你怎么会特别对老师怎么样觉得需要常常的联系 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一方面也是老师对我们几个 因为我们总是有一些比较盘汰来的同学嘛 四五位 那我们的功课还好 当然老师就常常会找其中一个 就我们几个就全部就通通去了 跟老师就一直维持着这种互动 老师很会做菜啊 他都原汁原味的 自己在房间里头这样这样弄弄弄弄 就叫我们去吃 那我们也吃得很开心 我在想他是在享受那种天伦之乐 那看我们吃他高兴啊 他也没有一起吃啊 他很开心啊这样 对 常常呢 师兄当时候一定常常听到 真真师姐开口闭口会提到李云老师 那您会觉得真真师姐对于跟老师 这样子的一个师生情 你怎么样看待他这么重感情 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其实老师单独一个人在台北 而且年纪又那么大了 多照顾他这也是应该的 而且我也发现说李老师呢 偶尔也会到他们家去做一做 做客一下子 做一做就走了这样子 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应该是对老师的一种 一种尊敬应该是要有的 那您自己跟自己的老师 是有像这个真真师姐这么样子 多机会可以互动吗 那倒没有 那倒没有 因为这个生活的环境一直变迁 一直变迁 所以这个就比较没有 我们在这一段戏剧当中 曾经看到一段就是 你要去当兵的时候 那时候你是代课老师 对不对 很多学生甚至是学生的家长 给了老师一个 很好的一种情感的回馈 你曾经有那么样 一小段的一个经历 你觉得身为一个老师 如果您后来在工作上面 或者是您自己都曾经是家长 会怎么样教育孩子去 做到所谓的 当时候那个年代尊实重道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 多少会有一种教育凶致 因为那天我去当兵 要上火车 我们的同事也全到了 对不对 让他们的感受说 他只是一个代课老师 只要这一两年的时间而已 你看这整个月台上 集满的人 那种感觉 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大的一种受用 我在服兵役当中 偶尔也会回去跟他们聊 跟他们看看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是一方面赞叹 但一方面也真的 每一个人都会多少改变一下 自己怎么样去带孩子 带学生 曾师姐 其实我们常常都说 跟老师之间 有时候也真的是一个缘分 像这样子的一种 对老师的敬重 然后这么样子的互动 对您自己后来本身 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想人与人之间 跪在那份情的存在 情是需要交流的 那早期我还没有 投入持继的时候 也许我的本性就是这样 我比较热心 会去关怀别人 其实跟我没有什么利益关系 不是想到利益 还是想到说 很本能也就会去关心 那这个也就用 可能就是我的本性 就是这样 用在我周遭的朋友 还有我的家庭 公婆 父母 孩子 那相对地延伸出来 你过分地关心的话 会产生孩子对你的方感 所以拿略到 什么样一个好处 那就是说 进来持继以后 慢慢让你智慧成长 借势来恋心 让你不断地做得更好 其实我们感受到 二位在年轻的时候 或许是当时候的环境 也真的是比较单纯 再来的话 其实个性上面 也都是希望跟人家 多结好缘 尤其是后来师兄 进入到这个公司里头 要做的很多是跟业务相关的 一定会形形色色 各式不一样的人 会认识到吗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今天的剧里头看到 其实有可能其他的异性的合作对象 会对您有一些些的这个好感 或者是表现得比较积极一点的时候 可是对于这种人际关系 我觉得当时候对你来讲 是不是也是一种课题 当然我们一定要表态 最要紧要让对方知道 但是很有礼貌地告诉他说 我们已经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甚至于还告诉他说 我们都已经论及婚嫁了 就第一个要让他死心 但是我们不愿意得罪他 我们还是很有礼貌的 这个是我一向的那种婉转作风 一向待人处事的时候 自己的立场要坚定 但是态度要委婉 好 那当然了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也从两位师兄师姐 他们分享说 跟老师的一个互动 尊世重道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还有包括了师兄 在工作上面的一些人际关系的一个 自我的要求 然后又要圆融 但是人跟人之间 难免会有一些些误会了 师兄在业务上面 会必须要跟客户 有一些交流的时候 这个师姐有时候看到了 难免会吃醋 或者是不了解的一个状况之下 但是我们的师兄 是很有智慧可以去化解的 他们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形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 我们的大爱剧场 情千万里 也感恩两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 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因为我们的爱媒体11号 也很高兴 大家带来